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大師 希望你的頻道可以按一下訂閱按鈴鐺 按鈴鐺 訂閱按鈴鐺 按鈴鐺 訂閱按鈴鐺 然後再次天天姐又曾在你的官方微信公告 這一次的黎幽純藍吃點的神兵技能 那最期待的應該也是這個黎幽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黎幽的神兵技能 展成這樣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七殺十結編 然後 技能的部分是 目標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debuff的時候呢 主動攻擊上提高1 1 2 2 3 他最高就是 可以到5啦 也就是說 目標身上有5個debuff的時候 那他就是累積最高到5% 就加5 5次啦 那再來就是 使用傷害絕學的時候呢 行動結束15個範圍內 沒有攜帶一個有害狀態的敵方 可以回復 哦 哇哦 還可以補血喔 那真的是很 很棒耶 其實還蠻棒的 一個就是 你 對於有攜帶 就是debuff的人 加上陣法 然後可以提高 你的傷害 然後用絕學之後 又可以恢復一定的 一定的氣血 那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再來是 村蘭的神兵技能 齁 那村蘭的神兵技能是 遭受攻擊的時候 自身移動力大於 敵方 那我自身移動力大於敵方 那對戰之中呢 免傷可以提高5到10% 那反擊射程就0到1 那造成傷害後 額外的施加一層撕裂的狀態 這些兩回合齁 那就是 呃 就是提高免傷 但是你的移動力大於敵方 應該 應該 總之呢 就是 村蘭的神兵 最主要還是 增加免傷的部分 那他那個 那個存活率再高一點 那你就是要升到 哇 123 第三個 第三階 你的反擊射程才會再多加1 好 再來 吃鏈的部分 那吃鏈的部分呢 的技能 神兵技能 是對戰之中呢 敵方的氣血沒有滿的時候 傷害可以提高5到10% 再來是自己的氣血不滿的時候 然後 克制攻擊加成是8到15% 就克制攻擊的時候才有 那另外一個是 場 戰場之上呢 有角色陣亡的時候 可以獲得刺骨跟訓解 那這個 應該是敵方我方都算 因為他寫 場面上 所以我猜應該是敵方 我方都算 然後召喚物也算 那獲得迅捷跟刺骨 持續一個回合 那基本上 痾 就見仁見智啊 反正 要先升 神兵技能的部分 這三隻 一定先選黎優嘛 好 大家都這樣 那 都蠻有 說蠻有特色的嗎 也算是有啦 好不好用 就 我已經先成黎優的嘛 黎優這個真的是很好用 除了增加傷害以外 然後又 使用傷害絕學 你又可以回復自身器學 就是不無消補啦 好 大家就這樣子 好 那這次 這是這次的神兵技能介紹部分 講的非常快 那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反正這三隻呢 先練黎優就對了 好不好 好 喜歡我的頻道 就按下訂閱按鈕給鈴鐺 記得追蹤IGFB FB Twitch BBD還有Discord 大家晚安 掰掰